在他三岁的儿子丹尼尔出生之前 乔治王子俊健康家庭项目的社工 就常常光顾尼迪亚里奥斯 在马里兰布伦特伍德的家 我真的喜欢这个项目 因为我是少年母亲 对我的帮助很大 里奥斯生丹尼尔时只有16岁 尽管是年轻的母亲 她还是读完了高中 她现在的目标是获得医疗助理的证书 她说健康家庭社工凯莎康纳的帮助 对她至关重要 这次家访康纳要检查许多问题 从丹尼尔的家庭环境 到她的健康和发育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找到生活来源 我们希望他们能有一个支持系统 成为最好的父母 运产和婴幼儿家访项目成立于2010年 目的是通过将护士 社工和教育工作者派到风险家庭 帮助解决高贫困 高婴儿死亡率和青少年出生率问题 这项联邦政府倡导的项目 去年总共服务了11万5000名家长和儿童 到本月底这项授权将结束 若要将项目继续下去 需要国会的重新授权 奥巴马总统2016年的预算包括 从10月份起为家访项目提供5亿美元的资金 以及在今后10年为这个项目提供150亿美元 奥巴马总统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扩大 获得学前教育和其他项目 使所有的孩子打下坚持的基础 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 他谈到了早期投资的重要性 我们投资高质量早期儿童教育的每一个美元 能够在日后节省7个美元还要多 它能够提高学生的毕业率 减少少年怀孕 甚至减少暴力犯罪 莉莉亚娜 展森 赤卡 20多年来亲身经历了乔治王子俊 健康家庭项目带来的影响 作为这个项目的主任 他响应奥巴马总统的号召 他说如果低收入母亲 能够学会如何在怀孕期间 就与自己的孩子培养感情 可以避免许多长期的问题 我们所看到的很多问题都是会有结果的 他们基于这样的事实 我们不希望孩子们被虐待 或者因为我们此前没有做任何事情 而使得孩子们在学校里表现不好 至于尼迪亚·里奥斯 他说除了学习如何做丹尼尔更好的妈妈之外 他也对孩子的未来充满希望 包括让他报名参加联邦政府 为低收入家庭设计的早期教育项目 从开始抓起 美国之音记者潘德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